www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車型是究競站喔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商品 C族手機架 這個是ONIX的手機架 那...大家可能對這個品牌比較陌生喔 那為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ONIX手機架呢 它是來自於美國 它是美國第二大品牌喔 第一大品牌是Raymonts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然後第二個品牌呢 就是Onyx Onyx呢 先天開始在台灣發售 然後為什麼會賣呢 那稍後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先說 他的手機價為什麼會在台 那個開始賣呢 那麥克叔叔為什麼又會買來 開始進貨來賣呢 就是 就是 源自於說 我一開始廠商來跟我介紹的時候 我本來其實看起來是覺得還好 但是呢 想不到我自己試完之後 以及我們所有員工試完之後呢 就發現竟然非常的好用喔 所以我們大家決意就是讓這支手機 就要進入我們銷售的一個行列裡面 那為什麼好用呢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呢 第一個呢 它非常小 它體系非常小 如果以我手下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只有一個十指不到的一個寬度而已 所以它非常小 第二個呢 它號稱呢 是全世界最小的手機價 然後第三個 它的支背也非常短 那如果 眼尖的那個 我們的車友可以發現呢 它是鋁合金製造的喔 從它的Holder 到它那個第一節的支架 到它後面的支架 到它的底座 全部都是鋁合金所製造的 所以呢 我相信它耐用度上都非常不錯 它既然能成為美國第六大品牌 那個我就很好奇了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沒有說 嗯 非常有特殊的一些結構在 那為什麼很好用呢 我發現喔 它撞上去之後在騎的時候 手機的震動 所震動感呢 竟然比一般的手機還更小 非常多 這是我非常意外的地方喔 然後它幾乎 它也沒有減震的功能 但是我發現呢 它的效果呢 竟然遠遠大於一些減震效果的一些手機價 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訝以及訝異喔 那我相信 嗯 後來我發現應該至少有兩點可以來說明喔 第一個呢 就是它的那個 所有材質都是鋁合金所製造的 所以呢 再加上它的這個夾取很緊 它夾得非常緊 所以它就有點像整支手機牢牢的抱在你的手上 全部把它抱在你的手上 然後抱在你的手上呢 然後 抓得很緊 然後放在你的手 那個摩托車上面的那個感覺 所以把它 那個感覺 然後 我們發現就整個抓起來那種感覺 就這樣啊 抓得很緊 好 那我們就有點像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把它抓得很緊 然後你把它放在你的手上 所以呢 它不會有多餘的震動在 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因為 它的支架是非常短的 我們知道齁 當你的支架越長 當你的支架越長 非常 非常長的情況之下 那加上你的手機座如果很大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想像一支竹竿上面 如果插一個比較重物的一個底座的話 那當然會晃得特別厲害 但是當你的支架非常短 非常短 加上它又是全鋁合金材質 它沒有所謂的橡膠材質 也沒有去有那個 ASOBI的空間材質 你會發現它就是 有點接近硬碰硬 但是因為它又很短 所以它夾起來 在騎乘的時候的震動感呢 竟然比我想像中的低 非常非常多 那再來它可以單手支撐 就夾上去就好了 那當然你的加速 因為手機不同 你可能避開你的按鍵的部分 你把它避開你按鍵的部分 那當然你要轉直的 轉橫的都可以 來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調整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都有經驗 我們裝手機架底座 目前各位所看到這個是最常見的 手機架的一個版本 我們裝底座的部分裝去之後呢 一般來說我們調整 都只能調整什麼 調整它的上下 在這個有線的範圍之內 在這個有線範圍之內做這個調整 調整並不大 但是呢 這組手機架你把它放鬆一點之後 你會發現 它竟然可以360度的調整 那360度調整就很好玩了 如果一般我們手機架譬如說我只能裝到這樣子 這個範圍之內 但是你的360度調整的時候 我會發現它更好讓你取得使用的一個角度 你只要把手機架鎖緊 你只要把手機架鎖緊 不好意思我單手操作會比較慢一點點 我只要把它鎖緊 你就會發現 它就是會到你所想要的位置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過來 因為它要放比較鬆 你就可以把它轉到你所想要的位置 非常非常棒 這組真的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所以呢 當下呢 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把它弄進來買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太好用了 而且呢 它有一個很棒的優點在 這個是額外附加的就是 一般我們看車頭 如果當你的手機架很大 都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樣 很突兀 對不對 但當你的手機架小小的 大概兩指幅寬 一個十指不到的一個長度 你會覺得它不佔空間不礙眼 我非常非常棒 我非常非常棒 所以難怪呢 美國第二大品牌 我會覺得還是有它的設計理念在 還是有它的道理在 不是說人家月亮比較圓還是怎樣 那確實實際上使用 真的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相當棒 相當棒 然後呢 剛一開始所提到的 為什麼它會在台灣賣 它全部百分之百都在台灣製造 台灣代工的 當然是美國第二大品牌 所以我們台灣的 廠商也取得台灣的一個經銷權 所以它在台灣賣 重點是價格可以很便宜 價格可以很便宜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棒 才1000駐頭而已 所以非常非常棒 那整體的結構看起來非常簡單 也不會有多餘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它的耐用度 我雖然沒有用很久很久 但我相信它耐用度 絕對是不差的 絕對是不差的 非常簡單 非常方便 它總共有三種款式 三種款式呢 我們的手機的Holder 以及支架部分都一樣 三種都一樣 差別只是在第一個 這個是照後鏡底座專用 第二個 就是 我們 像我們是有改照鏡 如果像沒有改照鏡 一般是那個鐵骨嘛 它有一個款式是 它的底座可以夾在鐵骨上面 是可以夾在鐵骨上面 這是第二種 就是照後鏡支架的款式 這個是照後鏡底座的款式 還有一種呢 就是我們的外露靶 我們比較常見的外露靶 一個O型的款式 詳細可以上我們的拍賣上去看一下 可以去搜尋一下 麥克倉庫技術精品 搜尋一下 Onix可以找到 有善這種款式 就是外露靶所用的 外露靶也是一樣 加上配合底座 可以360度旋轉 它真的調整的範圍非常非常大 大家希望朋友可以撐好看 或者麥克倉庫技術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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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